歡迎你,這是《夜媽媽與夜巴巴》的黑色星期一 今晚有Jason,有朋友,當然還有黑色星期一 黑色! 雲海! 整個黑色的雲海! 黑雲! 黑雲! 那我們那個11月29日的Videoshow 已經是近再微節了 是啊 很快就舉行了 每天都打給阿雲,告訴他 這套片一定要碰啊,大哥 因為我的鄰居都問我 很糟糕 他簡直說,他不是問我 喂,那天我也來的 很棒的 我說好 我們都收了很多信 有很多聽眾的查詢的email 都不是嚇你 總之身邊經過的不論同志 電台的朋友 Jason都說鄰居了 我們那天是有20個保護你的 不要用我 因為如果這套片不好看的話 就糟糕了 你要小心做人以後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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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聽到宣傳Sender 就告訴大家 只要你留意 任何媽媽與夜巴巴 就會知道 怎樣可以成為那一百個人的其中一個 其實都是打電話來的 我們很快就會即將進行派飛的儀式 現在我已經將自己全程進入一個外星的感覺 一個沉醉在一個外星的感覺 我又看了DVD 你又看了DVD 這簡直是講Area 51 這簡直是有個同事給我的 這個不是在這個 不是買的 這是有個同事 突然放在桌面上 在桌子上 喂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個很厲害 其他一套 有講Area 51 他那裡就直接是 我不知道他的片段是自己拍的 但他就做到很舊化了 其實是是非UFO的碟影 但他來的來的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片段 那個是德國的 是嗎 但他又扮Area 51 是 因為德國NASA 納粹黨的時候 不是NASA 不是NASA 我講錯話 納粹黨的時候 其實是研究過UFO的 因為那時候 他就相傳這個希特納 就跟外星文明有些 有接觸過 是 所以後來二次大戰之後 絕大部份的德國的科學家 全部被美國人拿了 所有德國的科學家 都在Area 51裡就進行研究 於是那些人就覺得 咦 那些是德國科學家 是德國科學家 如果你看到那個舊片 黑白的 黑白的 吊一下飛一下 是UFO來的 那個就是德國科學家 是地球人造的 是地球人造的 那是地球人造的 是地球人造的 是 很差 就是 好像有氣流 也有很多 Area 51的照片 上面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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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很快 高速的東西 那些什麼來的 那些 那些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紅層 我真的不知道,我很想知道 你看完了以後又有什麼 再看完之後,你看這些VCD是很瘋的 你看完等於是完了 都不知道 現在原來是講金字塔,已經再飛過去了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會不會是他們拍的東西呢? 會是放那些第二些片段來放回 有些是,但是你剛才看過 外面應該是一個白色的點 飛飛一下突然在後面再出現那個 那個就是EVCD的上空拍的 是最經典的 是,那個最經典的 他搭乘了很多平民 拿著那些車輪,那些輪子 那些輪子,那些輪子 那些輪子,那些輪子 那些輪子,是膠的 可以拆輪子出來的 那個輪子的東西 他找一個人拿著Super-A 即是那些飛林的機器 然後搭乘著 有一個人好像扔Frisbee 就飛那隻飛碟 然後他就 掌握了之後 就假裝是UFO 所以你看到這些 你會不會覺得 那現在究竟是真還是假 但是那些東西很像 可以是假的 可以 絕對可以 有很多荷里活製作 不過是簡陋式的製作 甚至有些人說 有很多UFO的片段和照片 是美國政府特意的 都是假的 不過問題就是 我請開一點話題 就是說 美國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就是一個煙幕的手段 因為你做得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就是你看完那套片 你會說 原來飛過車太多 但我不是 我意思是 他有很多證據 會告訴你 你自己判斷 他不會告訴你什麼 你自己判斷 美國政府究竟是想隱瞞 還是他究竟已經是開放了 嗯 我意思是說 其實這個煙幕是令人 會覺得這件事不可信 還有他說 現在如果美國那裏 為什麼其中一件事 不告訴大家 真的有這些事情呢 他說美國不會接受到現在 告訴自己的國民聽 其實我們保護不到你 就是政府 不會告訴自己的國民聽 其實我們保護不到你 因為有外星人的文明 是厲害過我們 人類 就是保護不到那些 你看到Superman 有三個黑衣人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在電影裡面 有一個很高大的 是將人扔的 Superman 續舊 哦 就是來自另一個姓牛 對 那三個 這些人可能是存在的 如果在別的地方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就是 Superman 已經覺得越來越真 但是美國政府也可以 教育市民 其實外星人來到 雖然他們可能是 就是初初接觸這些東西 又或者是不想 不是很想公開告訴大家 但是跟保護國民 可能是兩件事 不是 那他可以 那些人可能會問 你究竟可不可以保護我們呢 你答不到這個問題 他是來拿感情 就是他 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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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UFO專家會出來說 可以 可以 如果他說不行 不行 即是兩邊都死了 所以都是不說的 對 其實人應該會說出來 是 那怎麼辦 雲海 所以今天我們會說一些特別報告 對 對 我們分享一下就算了吧 好 好 那星期一 有彭城 有雲海 還有岸外 Jason 今晚我們將會說一下這個 又是元首級的報告 元首級的 但是呢 因為上禮拜的Jason很興奮 說他那些UFO的事情 他在看電視浪氣息會不會感應到 你走的時候看到 不是 那Jason在我裡面說了一個 即是VCD裡面說過的片段 可能有些人來到的時候 可能是想把一些 我們人類所謂有感情的基因 去抽取 他就給我們一些科技 可能交換一些基因等等 但是問題是 你知不知道那一晚我回到家 就發現有人拿出一支感情 不是 不是像我的感情基因 現在呢 那一晚呢 其實就是BBC news 就出了一個新聞 全香港都沒有人說過的 到今天 即是上星期一 你一直看著的 make sure 是沒有人說過的 真的沒有 上星期一 出了BBC的news之後 到今時今日 香港沒有新聞說過 一件事 就跟這件事有些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上星期一 你不是說起一些 基因的問題 我告訴大家 因為我以前讀拜阿 就知道一些不同種的物種 如果交配之後 就生出來的物種 馬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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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出來就是雷仔 雷仔就不可能有下一代 因為他沒有了生殖能力 就是上天安排了這些基因 讓我們所有地球上面的物種 不能撈亂來 是的 但是呢 那天先說起 是不是有外星人偷取 或者換取我們的基因的時候 是 那天晚上做完節目 回到BBCnews 有一宗很小的新聞 但對我來說 這宗是很大的新聞 為什麼呢 就是北非摩洛哥 有一個農場的地方 他有一個農夫 就是一隻十四歲的雷仔 那隻雷仔呢 是雷仔來的 這隻雷仔雷是沒有任何生殖能力的 因為 這麼多千年來 所有科學家 和所有生物學家都告訴你 物種和物種之間生殖的雷仔 是沒有可能犯殖下代的 嗯 就是他沒有性別的 是不是 有性別 沒有犯殖下代的能力 嗯 那怎麼知道呢 就因為呢 這件事 應該說上個星期 報導這件事之前 這個農夫就發現 這個雷仔呢 就生了個小的雷仔出來 小雷 小雷 那一開始他就覺得 不可能 因為其實大 大部分的農夫都知道 是雷仔不可能生育的 那他就問 咦 這隻雷仔怎麼來的呢 他就懷疑是 可能是其他雷仔跟了他 那後來覺得不像 即是 即是你生育那些 是呀 是呀 野雷 那怎麼知道 那農夫就覺得 不是呀 即是雷仔和他的 那個關係很好 那他就主動聯絡有關的 就是 醫務人員 那就是找了一些西方的 醫學家呢 就去抽取了這兩隻雷 雷仔的基因 就測試了 那上個星期呢 就出了一個故事 他們是母子來的 原來呢 是正正實實了 那兩隻雷仔呢 竟然真的是母子 嗯 而BBC都說呢 這個會是歷史上第一次 第一次 有不能生育的女仔 殺不知同哪隻 他不是吃了些什麼 治療 令到他 你知道現在那些 可能有基因改種 那些可能是 如果是就糟糕了 如果是的話 我們吃了些 那些治療可以生育的 如果我們吃了些怕 那些 懷孕 突然間 我們不學同什麼 突然是雲海懷孕 那些瘋牛症也是這樣來的 亂來的 那些治療 其實是 治療說很有問題 但問題是這個 成為了第一宗 那那個木乃伊 懷孕 那個就一定是假的 那個 那個你們說過沒有 對 那些小報登出來 那個不是小報 那份呢 是一個叫做 Reedley World 可能是雲海寫的 你不會說小報 所以他經常知道 那些東西香港都不跟 是 我明白了 我現在知道了 那些東西是他寫的 你快點說什麼 對不起 可以解釋 因為那份報紙 我每個月 禮拜過都收到的 我都有正的 那份報紙是什麼 就是全美國 所有人都知道 一份假報紙 假報紙 假報 我不同小報 是假報 九成的新聞都是作的 假的 是一個二號官 還是不知道 哪一份 那問題就是 有些香港 和台灣的大報 就不把那些新聞 就翻譯了 那就越傳越厲害 當新聞新聞說 那樣 不過 雖然說 木雅依不可能 大肚子 沒有啊 但是上個星期 其實在南韓的一個 古墓裏面 其實真的發現了 一個木雅依 木雅依真的有個 嬰兒在裡面 那這個是上個星期 南韓的個案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這些古怪的東西 你突然浮現 這個世界可能 很奇怪 很奇怪 你一看到 是不是有兩兩個字 在這裏 奇怪 那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我們正式可以 究竟今期 這一集的 國家級元首的 秘密 UFO報告 是怎樣 不如今天 今天又要講四宗的 個案 四宗的個案 都是關於不同的地方 一些 軍機和民航機 在上空 看到UFO的情況 當然原首的報告 原首的報告裡面 是有紀錄 機師的對話等等 而這些對話紀錄 在每個機場裡面 是有記錄的 不可能是 故意 洗掉它 或者是作出來 一定要追蹤到 這些 所以才能給這些原首 看 首先說了一件 就是英國的軍機 追捷的UFO 事發時間是1956年 這麼早 是很早的 1956年 就是8月13號 的晚上 那當時呢 可以說 可以給一些背景資料 就是 英國一向跟美國關係很好 那經常有 美國的軍事人員 其實都會長住 在英國的軍隊裡面 所以這一群的報告 原本 就不是英國政府公開的 應該是美國 那邊的軍隊 是拿了的 但是當然它沒有經歷 英國同意公開 那這個就 另外 始終美國 美國是 你先公開了 他們就 有嘛 有嘛 是給我拿 這次 可能是 可能 可能 其實事發地點是 英國東部 是兩個軍事基地 一個 就是接近 Bandwaters 的皇家空軍 的基地 另一個 就是 Lickenhall 的軍事基地 當時首先是 Bandwaters 的 皇家 軍事基地 在晚上九點半的時間 就在雷達那裡 首先是 發現了 有些 分明飛行物體 就是幾顆 雷達上面 顯示一個 以及幾個的UFO 是用一個很高速的 飛行的速度 在飛行的 當時發現了這個UFO的時候 當然英國的空軍 就會計算時間速度 其中一架 其中一架的UFO 飛行的就是 他們計算了它是30秒 裡面飛了50公里 30秒 飛了50公里 是的 50公里快 都算不長 都算速度快 那幾分鐘之後 就有一 即你是想不到 這麼誇張 有原本一架 去到後來 那幾分鐘 分析 當是我們 那個雷達的控制員 這個 有個UFO 原來它30秒 飛了50公里 大家可以分析 等一下 有一架的UFO 在銀幕上 開始 是怎樣呢 是由一架 變成13架 我以為你一架變成3架 不可以 變成13架 可能跌著 一炮飛去 在雷達上 掃著一顆 對 然後掃 13 13至15架 哇 這隻的表演 是相當高難度 沒錯 他形容當時的範圍 即是那一架的範圍 突然變成13至15架的範圍 很大 就是由空軍基地的西南部的8公里 去到空軍基地的東北面的40公里 都有那一架 然後他們就覺得 哇 發生什麼事呢 那即是 正是闖了他們的領空 闖了領空 其實是空軍基地上 那當時馬上計 我不知道 那些雷達那些控制員 都在計算 馬上計算 咦 他那架飛機有多大 不計那麼多做 要做什麼 大哥你看孔子的 他們知己知彼 飛上去都知道 大約多大 多快 有什麼事 然後才派自己都有去 不計 不計 不行 他一上去 原來他是武艦 對 那當時 其實你真是故中了 因為那時候 雷達顯示了其中一個最大的 不是猜的 是 因為最大的UFO 就是 當時來講 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 就是 武艦 武艦式的 因為他說 那個size 就等於當時一個B-36的軍炸機 的三倍 就是說 他們形容為 因為那個B-36的機翼 是70米 幾個球長 是70米乘3 就是說那個UFO的大 二百多米 二百多米 這麼大 100多尺 對 這樣啊 都幾誇張 當然 馬上通知了所有其他部門 研究等等 但又不可能 闖住有什麼行動 去到10點鐘 再出現多一架UFO 13架之外 再出現多一架 14架 去到 這架 他又計算 又計算 這架更快 這架16秒 走了55公里 你看看55公里 是 你一小時才走55公里 你一小時才走到 那邊那麼遠 的意思是 30秒已經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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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快 現在再出現那個 就是16秒 去了55公里 他是在破紀錄的 他不知道是否知道 那些人在那裡計算 比賽 我可以快一點 都給你看看 去到10點55分 其實我覺得這些動作 就像一個 鯨魚 捉了一隻海獅 接著他 啪那個海獅 上去天空 告訴你們 我們現在玩殘了它 才吃它 那些鯨魚 拍了紀錄片 對 他就找個尾 尿的海獅 告訴他的朋友 我們已經在玩 他 這些動作 告訴你 喂 你不要想著捏我們 大哥 其實很厲害 那時候真的很厲害 因為 出現了UFO的時候 去到10點55分 又多一架UFO出現 而這架UFO 還要是 10秒 遲了出門口 沒有計算 他直接說 當時那個 皇家空軍的地面 控制塔 所有人 看到那個 強光 從東面 飛到西面 在4000呎 上空 一直飛過去 與此同時 在那個飛過的途中 原來在那個 空軍基地附近 是有另一架軍機 是經過的 而當時 在那個軍機上面的人 就說 我看到一個很強的 強光在我的飛機下面 飛過 問回控制塔 是什麼來的 控制塔說 沒有 UFO來的 冷靜 你快點回到基地 一直到 已經有點恐慌 因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 當時美軍和英軍 都在那個地方 已經有 人員 而且是1956年 1956年 二次大戰 完成了11年 也不是很多人知道UFO的事情 但是 那時候羅茲威爾已經知道了 1947年 已經是轟動全頭 但是 不是很多人相信 有這件事 但是相信的人 會不會不多 但如果我是那個機師 如果他強光在我下面 一定的速度飛過我 就算不理他 他什麼都會害怕 沒錯 你不要理他 裡面有沒有人抓 我以為我已經是最快 但原來 他已經 更快 不用問 就馬上回到基地 不必搞 馬上回到基地 過落後 當時空軍基地的控制塔 裡面就發現 繼續還有UFO來 哇 於是覺得不行 整件事 一定要淋藝立馬 做些事 於是經過上司批准 在11點半 當晚的11點半 就派了軍機出發 就直接飛上去 Water Beach 那個區域上面 飛向那些UFO 哇 直接爛戰 對 飛過去 當時機師 看到很遠的那裡 有些白光 然後就向著那方向飛過去 而機師 即那個 雷達探物餐廳 也看到那樣東西 他不斷跟下面 聯絡 飛飛一下飛回來的時候 在飛的途中 明明看到前面有個白光 飛發 咦 沒有了 完全沒有了 消失了 完全消失 無影無蹤 那時候 就跑了另一架 因為兩架機上去 就在另一個空軍機 就是 Bick and Half 那裡 就衝了上去 那機師 同樣是跟著雷達的方向 就飛了上去 但是呢 去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是見不到任何東西 但是 原本是有見到白光的 但是 看不到任何東西 那他們就說 不是喔 就是通知控制塔 我們看不到任何東西 那他說 沒有理由的 去到後來 即第二架去的時候 他就說 跟控制塔說 我看不到任何東西 那控制塔說 不是喔 現在我對著告訴你 你一是 向前東南 不是 12點 不是 他不是這樣 他說 直接在你前面的UFO 你是對著那個UFO 你知道你一直飛的速度 是 向正正的UFO的方向 那個速度 就是那個方向和高度 都是一樣的 你是向著 如果再飛過去 就踩過去 是的 你在飛的時候 你應該撞過去了 嘩 嘩 很昂貴 他就說 我看不到任何東西 那之後 那艘飛機就 跟控制塔說 我看不到東西 那控制塔說 你小心 我應該撞的了 他就衝過去了 原本應該撞那個位置 他隱形了 沒有了 他完全衝過去了 好笑喔 他的反應 他隱形了 他跟控制塔 是啊 不行嗎 真的不是的 等一下 如果有機會 我再講一個隱形的案子 他真的隱形的 等一下再講 那就飛過了UFO 但是雷達 就很明顯 在機師和控制塔裡面 就看到 已經是過了 UFO在後面 那去到過了之後 就才 那第二架的軍機 就看到 嘩 我後面是有個白光 就嘗試 去繞一個大圈 想去追回後面的UFO 但是 由他過了UFO那一刻 開始 他無論戰機怎樣轉 那個白色的UFO 都是在他後面 他轉了很久很久很久 那當時 所有軍事對話紀錄 包括第一架和第二架 大家有聯絡 那第一架軍機 就一直看到 第二架軍機在那邊轉 他說 你做什麼 你看到什麼 那第二架軍機說 我看到UFO 但是他的UFO 飛了我後面 我是轉了很多很多個圈 我都是追不回他原本的位置 人家是什麼速度 你隨時射過一架炮 他都比你那架炮 可能是 可能是 對 對 然後 我覺得挺害怕的 那個陳妍多恐怖 他轉無法轉 轉無法轉 但他跟那邊的機師說 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什麼 他講了一些 就是他覺得 這些是不是他的對話 對話 就是有錄到 有錄到 錄到 錄到 錄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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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這樣說的 陳妍也有這些錄 有這些錄 那他說他自己說了什麼 他只是說 他見不到任何東西 不是 他見到那一塊東西 但他不知道那是什麼 他就說 如果我知道這個是什麼 我只覺得我要受到天獻 凌晨的12點39分 那今晚 如果你剛剛扭開相機的話 我已經說了一個 就是國家級元首的 我也想到你會這樣說 那跟著我會說什麼 對不起 大家如果想聽我 我們是不會再說的 錯了 錯了 大人說話的時候 你先不要這樣說 不斷過病 那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吧 我可以說吧 你先說吧 不說了 有個文化交給你 剛才說了大部分 不好意思 我要告訴大家 我不是原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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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王家空軍基地的一個案子 那 報告裡面 有些近一點的案子 發生了什麼時候呢 就是1986年 是 80年代 5月19號 在哪裡呢 在巴西 這個 Brasil 是一個Jason的第二故鄉 是 Brasil 最喜歡的地方 那當時呢 上次我都說了 巴西上一次說到 巴西的軍方 曾經都在千里達群裏 拍到UFO的片段 後來是因為他總統 想人民知道 所以就丟了一些照片給他 哦 我記得你說過 是的 但是呢 想不到其實巴西 其實南美洲 普遍來說 政府 都是對UFO 是比較開明的 就是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 他民族性有關 始終他比北美 疫情開放 沒錯 疫情開放很多 1986年 5月19號 那一天 那一天 又是一些 飛機 附近發生的UFO事件 那當時是6點 即是當日的黃昏 6點半 就在聖保羅的控制塔附近 其實應該是聖保羅區 有叫做聖浩西的一個機場 他不是正式 正式是在聖保羅市的機場 首先是在那裡 就發現了一個UFO先的 那當時呢 他們是 不是在雷達先看到的 而是在地面的控制塔人員 是在地面見到 15公里遠的地方 有兩盞的強光 那當時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無緣無故有兩盞強光 因為那段時間 6點半 要飛的飛機已經飛了 未到的飛機 也不會在那個長空出現 那我就覺得 不是啊 即是開入他們還以為是 即是可能是飛機 那我就想一下 不是啊 而且看那個光度 和沒有斬燈等等的情況之下 就覺得 這個不像一個正常的 飛機 他覺得應該是一些 UFO 那我馬上回到聖浩西的控制塔 看那個雷達的那個人幕 那銀幕一看的時候 就發覺 這個銀幕不單是他們眼見有兩個 那銀幕上面 就出現了三個 即是雷達的探測出現了三個 而當時呢 是沒有任何的民航機 或者是戰機 或者是軍事上的任何機 在附近出現的了 是沒有的 那當時他們就沒有辦法 即是他們完全不能解答到什麼事情 只是把事情記錄和通知上級 那在這件事之後 不久呢 那在巴西尼亞 即是巴西首都 巴西尼亞的另一個機場 那也都在雷達裡面 就看到UFO出現了 即是在雷達那裡探測到 那當時的上空呢 一顯現呢 是顯現了八架 八架 在巴西尼亞那裡的上空 那當時這些是那些 即是 壓度強光那樣 即是巴西尼亞那時候 是用雷達去探測到 那當時他們覺得 又是即時通知上級 即是他們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那到了八點半 那聖寶羅那邊 即是石浩西那邊的機場 那些人其實覺得 其實是好奇心 因為你看到有三個月光 在大人幕 即是在之前見過兩個光 那全部的紅石頭人員 拿了一些大型的望遠鏡 就走到那個望台 那個人都不做事 我們在望遠鏡都去看 那就是去看 那他們看到一個 是橙紅色 那一個 只是一個橙紅色的 圓形的光體 即是一個這樣的物體 那他們一邊看的時候 就覺得 為什麼好像越來越光那樣呢 不過是很多的UFO 除了是碟形之外 是一些球體 即是光的球體 即是那些表面是 你完全看不到 有些可以是透明的 嗯嗯 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 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 為什麼每次都一定是強光 你真的問起我了 為什麼每次都說 無論是幾時 和哪裡 見到UFO 都一定是這樣的 我想可能 有兩個解釋 一個是可能 因為他飛行的時候 需要發出光 一個是他刻意 而讓我們看到有光 即是 這個是不知道他們是什麼動機 我覺得他們有時 穿梭機 進來大氣層的時候 都要經過磨擦都會發 即是那些燃燒的光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剛剛你剛剛說 我是小朋友 是嗎 你那些鬥低能 我給你贏 又不夠你經驗豐富 Oh my god 哈哈哈哈 繼續繼續 大家看到 好像越來越光 大家就拿下自己的望遠鏡 他說 不是啊 不是越來越近嗎 是越來越近嗎 即是那三個強光 是越來越飛得 直接是向著控制塔 飛過來 飛到他們準備要跑回 雷達控制室的時候 那個強光 就在飛向控制塔的時候 再飛回頭 就走了 直接他覺得 哇 即是 你竟然可以玩捉衣欣 即是高速那些彈走那些 是的 他好像覺得 你看不到我正在飛過來 OK 我走了 我飛走了 那當時就覺得 不是吧 怎麼可能這樣 那些人開始害怕了 開始 然後就開始要準備 附近其實 這一架飛機 是準備要降落的 那他們就馬上 跟那邊的一間 其實那個飛機 就是當時有個石油公司 的一架飛機 準備要降落 9點鐘準備要降落 那當然跟控制塔聊 那當時他們看到 那幾個光體飛走的時候 其實當時原來 這架飛機上面的所有工作人員 都是看到那個白光飛走的 而當時是飛過那個運油機 就是一個石油公司的機 就是附近飛走 那跟控制塔說 我們看到一個 不明飛行物體 比我們飛 那控制塔說 是 其實他看到一個不明飛行物體 不是任何民航機 那誰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巴西人 真的比較熱情 那那個石油公司的飛機 那些機長和機務人員 竟然說 是呀 有UFO 不如我們追他 民航機 民航機 打算追一個UFO 一架油公司的機 他竟然去追 當然控制塔說 我們不要追 但是那個機長說 不是 我們是油公司 他又想到追到那一刻 很厲害 他想到去追 而且他說 我們不是 油公司 是的 油公司有很多錢的 可以拉去拉 不是 可能他說 我們這是自己公司的機 你不要控制我們追不追 那我嘗試去追 那竟然這個油公司的機 就向這個發光體路去追 追了十分鐘 是追極都追不到 是當然的 這個當然不可能 是 但追了十分鐘之後 他們開始就怕了 不要追了 不如走吧 不過他們的精神是 可嘉 是可嘉 這個要有多大勇氣 你知道嗎 要追一些不明飛行 如果他裡面有東西 這樣飛出來 那不是戰機 不是 如果讓他追得到 更加厲害 他不是戰機 他有銀行機 他都敢追他 都追 讓他追得到 當中那些報紙登出來 就可以登上他的油公司的名 這些真是你又對 我看當時沒有那麼多 有些想念頭 有些想念頭 一想這些就是 有謀事 他一定是這樣飛去 對 拍到 賣那個就有錢 這樣 很多DVD VCD 他們有時候說 那些人上去見到UFO 其實是一個 是Venus 是 看到Venus 圓形發光 那就是金星 是 因為其實金星 有些煙幕 距離離頭近 和最光 肉眼看到 但是 我相信 其實很容易分到一個 強光的星體 和一個不明飛行物體 我相信 因為他動得快 不明飛行物體 強度不同 還有快 他那隻飛飛一下 可能都不見了 金星不動的 就是有一個軌道 他不會是這樣 對 一定不會是這樣的 我想 那些科學家為了去平息 那些恐慌 一定會說是金星 就是有些平衡 是嗎 對 你講一些真的東西給你聽 又講一些假的東西給你聽 因為你有時候星體 可能… 可能我沒有明白的意思 因為有些星體 可能你近的時候 可能你發覺那些閃的光的時候 可能你感覺後面有些火 那樣的樣子 就是當年 上年 6月13日的時候 火星不是很近地球的 那時候我都在看那個火星 那我就真的覺得 咦 火星後面好像有些 紅紅的 好像 但是你看清楚 你是知道哪些是星體 哪些是在飛行的東西 很清楚 所以 我不懂得那些人說話 哈哈 那巴西這件事呢 不是 剛才說到 雲航機 雲航機 所謂的運郵公司的飛機 去追追 十分鐘追不到 準備 不追了 我們都是害怕的 準備 但是這十分鐘 其實都是近 一直保持 保持距離 看著那個白色光 十分鐘都是見著 十分鐘都是見著 那當時控制說 那你一早應該回來啦 那我安排你 OK 上哪條跑道 你準備降落 降落之前那一刻 那控制頭說 你不降落就行了 他說 那運郵公司說 做甚麼 因為 你準備降落那條航道的位置 有 UFO 是擋住你的航道 不讓它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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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讓UFO擋住它的航道 即是在雷達看到UFO的位置 那UFO已經計算了你 那個跌幾高 要甚麼角度 沒錯 直接看那個角度 那個中間攔截 定了在那裡 即是說 你追我 好 我給點顏色來看一下 是吧 那控制家說 你不可以這樣說 你現在馬上升 低回上去那個上空 一直去 那運郵公司說 OK 那沒辦法 鬼是我們開頭 所以要UFO嗎 飛了上去 那個軌道上去 UFO沒有了 之後 過了一陣子 我說 過不過得了 OK 現在你降落 第一次降落不到 第二次 那準備的時候 不行 也是不行 有另一個UFO 唉呀 真是小器的 是的 等它過了很久 那真的說 它降落的行動是沒有東西 真的降落就行了 是經過三次 才正正式式降落到這個軌道 那降落到它們覺得 我以後都不敢了 以後都沒有追UFO了 那當然 你那個運郵機不追而已 那這件事已經 因為其實影響到民航 那個運輸的問題 其實當時已經通知了 馬西那邊的國防部 那國防部說不行 這件事就是 一定要公諸 不是不是不是 當時那一刻它就說 我一定要派戰機了 就是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不知道那些東西是來自哪裡的UFO 來的 派了兩架戰機 是由這個Santa Crest 這個地方出發的 一個巴西的軍部的機場出發的 首先派了兩架的軍機場 先出去了 那到第三架的時候 其實是第三架主力 就是想去追這架UFO 那去到的時候 就找不到 尤其是跟之前那個Case差不多 就說 我完全找不到任何UFO 但是雷大有顯示 控制塔有顯示 但是其他兩架說 我看到有UFO在你附近 那第三架說 我見不到 真是當局者迷 當局者迷 那第三架在追的時候 跟上次講的Case幾次 去到那個 第三架去到那個 差不多20公里遠的位置的時候 那個控制塔就說 你現在正在向那個位置 20公里遠 你正正在向那個UFO的位置 而當時那個 第三架的戰機 那個銀幕上面 是一撲一下 是剩下了13彈燈 即是說 他知道13不長 我們那些鬼鬼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很奇怪 奇怪 我嚇你 會不會是自古看到13架UFO 所以有13個場 是嗎? 我們說一下 奇怪 總之 13架UFO 在第三架戰機的銀幕上面 說 喂 是啊 我現在這個軍機上面的雷達 都說我們有13個 分明飛行物體 在我附近 那個Case就說 但是 我肉眼是見不到任何東西 我是一點光都見不到 他還以為自己瘋了 我想你真的以為自己瘋了 你沒有理由那個雷達有 隔壁的機器告訴你 誰都說有 你說沒有 坐在機器上面 追著那個人 我看不到 之後 就在那個雷達 經過了他們應該經過 那些UFO 他經過了 所以我控制頭就說 如果現在你 轉著面 你應該是見不到的 他說 為什麼呢? 他說 你現在的飛機 戰機的左後方 是有6架 右後方 是有7架 和他一起在形成 和他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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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 他在這樣飛發 然後就去到 一路 那架飛機 一路 就是戰機一路向前飛 後面吊著了13架飛機 就是第三架的戰機 因為吊著下吊著下 吊到後面 所有的13架 一下子消失了之後 三架戰機都見不到任何的光 而控制頭也沒有任何的燈 他的戰機也沒有任何燈 是三架戰機在上空 兜均勻了所有東西 都是見到任何東西 唯有回到空軍機 那就算了 但這件事當然 當晚是很大的事 又要開完會 又要登記做口供等等 而這份報告 巴西政府報告 他其實沒有正正式式公佈了這件事 因為他說這件事 是未close file 其實巴西政府的態度 跟美國政府有什麼分別 有沒有說 他們是更加想 避免 他們是open 想讓人 但是這個case 就沒有正式 真的揚了出來 因為他覺得這個case 是未final 即未完的 可能會再有第二次 是的 甚至他覺得 實在要多些資料去研究 但這個final 後來又是怎樣得到 原來當時 也是有個美國的政府人員 在這個 又背叛了自己 在巴西那邊的基地裏做事 又是說 不如你給我一些資料 拿了之後 就給了美堂 美國之後 就在這個原首級的報告裡面 當然就詳細連舉了所有的事情 當然經過巴西政府 同意不同意 那這個就 即這份報告是 美國 在世界各地搜集回來的一個report 其實是 而且是兩個民間 UFO組織 和一個半官方民間組織 那就 簽了名 告訴別人 這些是可信性 和調查 做了科研 在這個report裡面 有沒有說一些照片 還有影片 我真的很喜歡有影片 他有少許相片 和一些檔案的紀錄 即是他就這樣寫字 那怎樣可以說服到國家研修 但我想有些沒有照片 1950年那些 是否比較少 可能就算是有 例如近代的1980年 1980年 可能會比較多 那些 他都沒有登到很多照片 但有些report 是有些畫 但照片 可能他又不想說什麼 繼續這個夜晚晚夜 爸爸的黑色星期一 是 剛才看到了兩個檔案 沒錯 第三個檔案 我是最喜歡的這個檔案 是 因為怎樣呢 是關乎日本的 你的東洋情意節 唉 我最喜歡你的東洋 其實喜歡東洋 才是喜歡中國 是 因為這個等於唐代的中國文化 是 是 我是說唐代的中國文化 是 小心點 哈哈 你為什麼喜歡這個檔案呢 他有什麼特別 不是 因為呢 這個 這個 這個案子 發生在近年代 1986年 11月17日發生的 那當時呢 我最喜歡的 就是不是戰機 而是 也是一架 民航的 其實它本身是一個民航機 來的 它是日本航公司 JL的 一般叫做 1628號 的班機 成JL 是日本航公司 那當時呢 它原本是怎樣呢 它原本就是 原本就是 我真的覺得原來想不到 1986年 原來日本人已經很懂得彈 原來當時怎樣呢 整架機 原本是民航機 但它因為想 全架機運貨 就變成一架 運貨機 那就是 巴黎 就運一批 很多為數的貨 就去東京 很厲害 明貴名牌袋 全機都是紅酒 哇 哇 當然 浪漫的 浪漫 當時挺有的 跟著日本 整架機是運營紅酒 從巴黎去東京 多誇張 多誇張 真是 它們就被人看中 這麼聰明 可能是 那時候你們飛一下 但那時候不是飛亞洲這邊 巴黎飛美國那邊航線 即是飛德極那邊航線 那由巴黎一路飛飛 一直都安全無事的熱門 那經過冰島之後 就進了阿拉斯加 其實還沒有進去阿拉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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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這個 加拿大的Yukon 即是 Yukon 其中一個很北面的一個省份 是的 那個地方上空 準備飛去阿拉斯加 那樣 那當時機組人員 有十幾個機組人員 雖然沒有乘客 但也要有機組人員 還有三個政府機師 就駕駛著那個飛機 在運動那批 美麗的紅酒 回到東京 那一路飛到去 差不多去到阿拉斯加的上空的時候 那就是 當時是 86年11月17號的 黃昏 6點13分的時候 正式式 突然看到那個 阿拉斯加的上空 即是離開飛機的附近 就出現了一個 它形容是一個 即是當時那個機師形容 因為回來的時候 所有的機組人員和機師 都是下了口供 畫了塗 畫了紙 這是一罐日本人作風 畫了圖案 認真的 認真 而這份報告 是在JAL現在還有的 但是當然報告 是拿了JAL那份檔案 那個手寫版 放在報告裡面 第二次寫過 不是他也寫過 但是他也有寫過 但他有一張東西 增值是一個 記憶 沒錯 當時那個機組人員 那三個 首先在機艙 即是控制室的時候 首先是他們 看到一些東西 看到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 發光體 即是跟剛才你說的一樣 都是發光體的 他當時那個機組 機長田中先生 他就說 他直接覺得 很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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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所以他就說 原來那個 即是他看到那個 即是那個 那個飛人物體 UFO 就是比這個飛機 他拿著這架飛機 1-747的飛機 是大兩倍 哇 這麼大的光體 是一塊光 是一塊 他拿著這架飛機大兩倍 是一塊光 你不可能說這個還是Balloon 不可能 也不可以說是另一架飛機 也不可能是另一架飛機 而且那架是在發光 是圓孤輪發光 那一陣子 其實他一陣子 就是一個航袋 是四座路 一直這樣飛進去 之後突然間 那個光體是飛得很近 那三個機師形容是怎樣 是近到 他沒有一個窗 機艙窗 因為看到駕駛的窗 是比較大的窗 大一點的窗 那個光體是近到 他們說臉是熱的 6點多黃昏 對 6點多黃昏 對 太陽 對 是不是那些折射 會不會呢 不會 我想不會 他們只會看到太陽 他們沒理由看到太陽 在旁邊是實體 應該是很害怕 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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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三個人都是這樣 整個臉是熱的 當時他們 他們發現 大概飛了兩倍的發光光體 到他們飛到很近 熱的臉 其實他們三個人 看著那部機器 是六分鐘的 完全懂得反應 很久了 六分鐘之後 就說 不是 馬上通知駕駛 馬上通知駕駛 因為已經進入了阿拉斯加領空 就是美國的控制塔 他跟美國的控制塔 說 你們 探不探究到任何的物體 在我們飛機附近 那當時是 阿拉斯加聯邦 美國聯邦的控制中心 就說 我們探測到 在你們的隔離 是一個大型的物體 那 是什麼我們不知道 那 那個 日本航空公司就說 但是問題是 我們其實 如果再飛下去的話 其實是不是有危險呢 那 他們就要求 我們可不可以現在 臨時改變行動 避開這一架 那 聯邦控制中心就說 你們可以改變行動 那 就由當時這架飛機 是 因為他要避開這架 這麼熱 和這麼近的發光體 就由3500尺 急降到3100尺 降了4000尺 是 就是想避開它 如果他解釋安全帶 他可以飛球 對 整個彈起來 那些酒怎麼算 哇 凌空在那 1982年的6000尺 已經不見了 其實沒有說到 那些酒有沒有難度 那就是急降4000尺 急降4000尺的時候 其實那個光體 其實還在附近 看到 還有當時所有的機種人員 已經知道什麼事情了 包括除了那3個機師 副機師之外 所有機種人員都只是 坐在窗裡 確認是一個不明的被人看 沒錯 而當時他們來 因為他降4000尺 比較遠了一點 那他們看到那個 發光的那個物體 可以說是現在 你看到一個幾經典的個案 就是 原來他發光的光 那個光的光線 原來不是好像 現在我們看到一些 發光體 可能是一個球形 或者是太陽 那類似的 就是我們有些散光 看著那些街燈 它煞開 也不是這樣 是誇張得怎樣 因為當時是 因為這個報告是回來 所有機種人員 和3個機師 副機師 是分開把報告 畫出來 把他們看到的東西 都是一樣的 當時他們看到什麼 就是中間有一個 他們形容 是好像透明 有一個非常問題 其中一個總機師 就是畫出來的樣子 我甚至覺得很容易表達 就是 他就是畫了叮噹的豆沙包出來 哈哈哈哈 是一模一樣的 他就畫了叮噹的豆沙包 是一個日本人 是一個很典型的日本人 真的 或者叮噹的豆沙包 然後呢 他就 不忘都做回事 但是他說 豆沙包 四面的光 就不是真的 圓形地散出來 又是怎樣 而是 例如 我怎樣形容法 就是 豆沙包在中間 然後 他 上下 是有個空位 上下的空位 有光環 不是 是有個沒有東西的空位 好像隔了一些東西 而空位的左邊和右邊 都是向兩側射一些光出來 而那兩側光 即是他撿過那四千尺 是看上去的時候 原來這個光 即是豆沙包的中間 而那兩側的光 是長方形的 就像一個satellite 他又不是Satellite 他又不是Satellite 他就像什麼 好像兩尼翼一樣 因為整個圓形都有 直接好像一個 我應該怎樣形容 是否好像木居土星 像一個筆盒 應該這樣說 筆盒 但那些筆盒是光 中間是那個豆沙包 那當時他們覺得 怎麼會有些光 是可以射出來是長方形的 即是 問題是他不會射得長 他比了黃金箭字 有多像 有多像 不可能有光 是長方形立體的 這個真的經典 是沒見過 你平時看得到軟 沒錯 即是這班外星人 又已經Master了光的科學 對 即是你可以說 我們不可能控制 你的光 形態、長短 他可以 全形 你見得到 我這樣給你長短 最主要是 你那些日本人 可能是豆沙包 你喜歡特別是吧 做作 你喜歡 戴美舞 來吧 做一個長方形的 豆沙包 我不給豆沙包光 你看 我給長方形的光 你看 即是黃金箭字一樣 好 好 其實那些卡通片 有很多 我星期日看的橋段 是 即是這些 有些東西 有個外星的智能 現在下來 就侵略我們 我們現在去對抗他 快點起見 即是真是這些 超人的東西 但這些是很久的 是的 這些卡通片的橋段 是很久的 即是可能那些 是 要是他自己 那個創作人自己幻想 要是那個人根本就 收到一些資料 可能是他自己過來寫 拍照給你們看 哈哈 真的很好 你聽到那些 那些超型的橋段 很多都是有根據的 是 即是你聽到我 好像現在覺得 make sense 當時就 整個不合的光 整個頭塔包一直在飛 一直在移動 一直在移動 是單色還是怎樣 有光的 有紅色 有紫色 有橙色 完全是變色 所有基礎人員 看到都是這樣 甚至 有些形容 即是 有些基礎人員形容 看到一些光中間 還看完全是 不知道在飛去哪裡 那當時這架JL 就在阿拉斯加上空 就繞了一個大圈 是避了這架 長方形的光體 繞了很久 那光體還要是 絕到 刻意 他已經降了四千尺 那個光體刻意 刻意飛到四千尺之下 是在那個JL的下面 穿過 飛走 告訴你 又告訴你 即是 你明明是避開他的 他硬是 不要以為你避 不要以為你撇 是啊 我就會走 他還要刻意 他也挺好性的 他也要刻意 降下去 再在你的民航機底 飛過 他真的怕你不知道 之後整件事 從那裡開始沒事 但是飛過之後 當時 原來JL 在北遠處 有一架UA 就跟UA那邊說 你們其實是否看到我附近的UFO 那UA說 我們看到 不過我們不敢過來 你們 你們搞定它 這樣 那麼UA那邊也看到 後來這件事 很大件事 因為是聯邦控制中心知道的 那麼就 過了那個方形的光體 UFO 之後 飛回東京 之後 所有的人 全部要下記錄了 就是說 你見到什麼 當時你在哪個位置 他怎樣繞發 他怎樣繞發 你怎樣飛發 你見到什麼等等等等 全部有上記錄 乘客這些 因為那班機沒有乘客 全部是紅酒 但是那些紅酒 怎麼處理 沒有講圖 可能賣了 但是賣了會不會有事 不知道 但是那份的報告 就是全部用 正正式式 但是紅酒沒有事 沒有啊 突然間兇了這瓶 我 我 不是 我是怕 不知道會不會有些東西 影響了那些紅酒 我們喝了就有事 他馬上吸光 抽乾了 可能他啡在一個隔底上 喝紅酒 他說你都挺好喝啊 這紅酒 究竟是什麼來的 所以 為什麼人類會有一瓶瓶 喝完之後 自己瘋了笑 所以 所以他們經常想下來地球 拿了感情和花 笑一下也好 他們都不笑 想灌醉自己去笑 大家開心一下派對一下 他來到就請個喝 但這些叫Hip-Hop 喂聽 可以給他聽 可能很開心 那最後 那些人回到日本 都下了口供 這件事 美國有沒有調查 美國是覺得 沒有辦法再去追查 因為這件事是屬於 追查本航公司 拿了一個訊息 又是由我們出發 對 但是呢 到今時今 如果有日本航公司高層聽到 所有那份檔案 即所有基礎人員 劃出來寫的報告 是用公司的地址寫的 即是說 他們有檔案在日本航公司 那如果 日本航公司的研究 好像是假的 明天有檔案 有沒有 當然在東京 不會在香港 如果在東京 可以faxing給我們看看 找到他們看看 好 已經說了三個秘密的檔案 今晚的元首應該挺開心 各位元首 還有一個個人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各位元首聽著 這個又在什麼地區發生的 這個地區又是我很喜歡的地區 就是伊朗的德克蘭 為什麼你喜歡呢 重要因為 我在德克蘭去過三次 是的 因為 它是一個 益府波斯文明 就是在那裏發言 但是當然 現在很多人 在西方國家看 伊朗就是一個落後 很豐富的地方 但是我眼中不覺得 你是那裏研究邪靈 UFO 不是 我是那裏旅行 你的旅行你都奇怪 為什麼我來旅行 他就剛好 有個白衣人在我面前走過 但伊朗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 因為以前古波斯有很多古文明 你是完全預期不到的 嗯 他還有很多以前巴比論時代 波斯時代留下的那些石刻 你看到石刻上面 是有些幾何的圖形 是在說天象的東西 但那些是說三千多年前的人 嘩 你看看這些人 是不是他們知道呢 而且他們很相信一隻獅子是有翼的 他說有翼的獅子是在保護地球人 但是你這些又是覺得 到依然他們今次今日都相信 依然是現在不會相信 因為現在變成伊朗的回教國家 因為1979年就發生了一個宗教革命 嗯 把所有美國人就頂住國家之外 不要再掩汙我們的思想 類似的 所以當時這件事 這個在德克蘭發生的UFO報告 就是這個元首級的報告裡面是有的 但是也是有趣的地方 因為它發生在中東 而時間就是1976年 9月18至19日 就是凌晨時分 嗯 當時也是有很多個美軍 是長住在伊朗的 嗯 就是當時還 已經改了名叫伊朗 因為以前叫波斯 那叫伊朗 也是有皇朝的 那時候跟美國關係很好 很多的美國軍人在裡面出手 那當日看到的UFO 簡直是跟美國人有淵源 為什麼呢 我想是 我唯一 我真的唯一看過這麼多次的UFO報告裡面 唯一的UFO是這樣的樣子 甚至那個元首級報告的那個headline 都是說 在德克蘭飛行的熱狗 HOT DOG 這個我看過 是嗎 你看過 這個編段 編段 那隻熱狗 是有窗的 是嗎 沒有 有窗 有窗 有什麼窗 意思是窗門的 你看一個應該是Ox4的 是嗎 有一個也是熱狗的形 那個就是長型雪茄型 夏雪茄型 但是這個真的是熱狗 我們告訴大家 關型 不是應該告訴大家 是熱狗 告訴大家為什麼 就是1976年 9月18號的晚上 晚上10點多 10點半的時候 就是在德克蘭的東面 就是一個叫做 Mahabag Mahabag 現在也是叫做Mahabag 的一個機場 那裡是聖城 就是伊朗其中一個聖城 就是伊朗其中一個聖城 有一個當地的機場的控制塔 就探測到在德克蘭的北部 的上空出現了一個不明飛行物體 一千尺而已 就是很近而已 一千尺離開地面 那當時 那邊的控制塔 就是那個地方叫做Mahabag 就是在伊朗的東面 就打電話通知 德克蘭那邊的機場控制塔 說有一個UFO 我們探測到 在你們那邊 那當時 我真的不明白 1976年 德克蘭的機場控制塔 為什麼會這麼難 原來當時 剛剛他們正在維修一個探測器 就關機 那當時 有一個當地的人員 就收到這個電話 哦 有UFO 好啊 收到線 沒有通知任何人了 噢 沒事啊 先睡一會 對 那之後那邊 Mahabag 那邊又說 第二次再打來 喂 我們再探測到 是真的很近你們的機場 有UFO 好啊 他說 是啊 也是收到線 睡一會 對 我想他真的可能是睡覺 那到底怎樣 到第四次 那邊機場打給他 喂 你真的有架UFO 在你們德克蘭的機場領空 他說是 他也不可能 他是他也很幸運 第四次 對 第四次終於走了 就拿著他的望遠鏡 就走出他的平台 就看 那當時他 他就形容了 因為他之後要寫報告 當時形容 即是沒有東西拿來做 是啊 當時他看到的時候 就是一看 不看游自海 一看他就嚇到 因為他說怎樣 他形容的樣東西是怎樣 當時大家一眼看下去的時候 是長方形的 即是長形的 在空中上面 那麼他形容大概是 7至8米長 嗯 就2米闊 這樣 一架好像私營飛機那樣的東西 在上面這樣 那之後呢 他就慢慢看清楚 咦不是啊 不是長方形的 是 他看到是怎樣呢 是一個圓柱體型的 是 那為什麼他形容後來 叫做熱狗呢 因為圓柱體原來 真的斬在兩邊 是 是 即是兩邊的 當時麵包那個位置呢 就是藍色 發光的 是 中間那條腸 那個位置呢 就是紅色的 哈哈 真的是Hot Dog 來的 因為當時他看到的時候 咦 真是一隻熱狗 是 在大腹幻想 就是你真的很難 即是你即使 很可能會有這樣的設計 對 可以出現 還有你真的幻想 也幻想不到 你怎麼會幻想到 熱狗在那裡 其實是不是有很多 外星文明呢 很多種不同 但他們其實都不知道大家共存 有可能 他們不同的 culture 對 不同的 culture 我看的有些 就像一隻 像顯鶴一樣 但是圓形的 是一個顯鶴這樣開的 中間呢 是顯鶴 開了 中間有一塊 就是一個人坐在 就是一個人坐在 像顯鶴 顯鶴這樣開 但是整隻是圓形的 都是這樣 它們以狗形 那個是雪卡形 有窗 就是像一些文行機 但是沒有了形 嗯 可能不同的天外文明 來自不同 但是如果是熱狗文明 所以很大 其實很搞笑 當然 當時他們 雖然我們一人都搞 但當時他們很害怕 當然 就馬上通知 通知 通知 當地的軍 這個是 這個 Air Force Base 就是那些空軍 空軍 通知他們說 喂 我們看到UFO 熱狗 還是UFO 那當時 很幸運 原來是駐守 當地的軍人 就要重視 就是認真的 覺得 喂 不是 德克蘭上空 竟然出現有UFO 就是 你也是 不知道是蘇聯 還是什麼 擅闖領空 那時候 立刻 派了一個F-4 戰機 不是那個F-4 F-4 就是 原來他講到 那隻熱狗發的光 是非常之光 他說 那個戰機在70公里之外 都已經看到那個光 一直向著熱狗飛過去 飛到的時候 其實原來 那時候已經下了一個命令 因為當時他們可能懷疑 這個可能是蘇聯的 間諜機 原來已經全部傷了炮彈 嘩 準備 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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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個廠 我領空 因為當時還在美國 因為有支撐 激落 你要將它 你廠落 我首都領空 直接飛過去 是想著 是想著 那飛到去 那個 第一架戰機飛到去 差不多 20米的距離 很近 準備要射那一下 直接在飛機的位置 去到20米 機師形容回 當時一飛到去 那架機只可以飛 原來 當時所有的鍵盤 所有的鍵 全部已經關掉 通訊儀器 關掉 他按著那個鍵 射那個炸彈的鍵 是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他已經看穿了 電磁場的東西 是 已經會用你那些普通電 太差了 太差了 我們攝一攝 抽一抽 你變成什麼都動不了 只會飛 而且每次 他們都這麼好性 和這麼小器 你射了它還可以 但這隻熱狗 可能會更容易 為何會更暈 那不是 但是馬上就 完全射不到它 那個機師 當然他更害怕 因為 看見這麼大的熱狗 但我射不到它 那馬上就 熱狗不是用來射的 用來射的 可能是 那就 立刻 兜彎 立刻回機地 回到機地降落 那一刻 所有的熱器就升上 那之後 當時 那些軍人就說 不是吧 沒有可能的 不可以讓這個熱狗 UFO搞壞我們的 第二架戰機 再上 立刻飛過去 那第二架戰機 再飛過去的時候 那他們 第二架戰機的機師 就是形容 他看到那個Size 他說 不是不止 即不止7至8米的長度 他形容那個熱狗 是等於一個 波音707 那麼大的一個飛機 就是第二架 因為他用肉眼去看到那個位置 那他一路飛過去 那當時也是飛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同樣 其實他們想著已經射他 那就是遠一點 想著遠一點射 你不影響不到我吧 那遠一點射他正想要按的時候 通訊儀器 單左 鍵盤單左 你是按極的 那個飛彈單射不到 所以你聽很多UFO說 都是一些電池而唱 沒錯 Magnetic Force 他們那些金字塔 上次說是充電器 即是一個外星的 Mothership來的時候 一個母艦來的時候 飛到那裡 因為他們有一個訪問 不是一個訪問 是一個人 拿著酒 在那個金字塔 最正宗的位置 那裡一喝 把那個瓶嘴 一碰那個嘴 馬上靜電 啪走他的嘴 那個瓶嗎 是啊 即是他那裡 有電磁場的力量 即是畫那個尖頂 他們不斷說 他就扮勁 拿著酒在研究 在考古學 一碰 就啪 有電 這些靜電 咦 因為他是連結了 不知道對著哪裡 是直接 他說 金字塔 好像也有聽過 是不是 他說現在 他的正方形 現在 這麼高科技 我們去蓋房子 他的比差 即是 正方形的90度 他說 現在會比較低 如果你是什麼 六吋 六吋 多少尺 以內 就叫做標準 算了 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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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麼多 但這個是少於一吋 還要是千年 這麼多年地震都沒有 所以他又是電磁力 又是電磁力 影響 對 這個也是 對 這個也是 反正 但是他這個 第二天 他覺得 我射不到你下來 我也不甘心 他就飛近一點 他在熱狗上飛近一點 飛近一點 其實他又看到一些東西 就是他飛到近一點的時候 他看到熱狗的船身 就彈了一塊 船身三分之一這麼大的 一個圓形的光體 那生了一塊東西 是生了一塊 但是是實物來的 不知道是不是熱狗的醬汁 然後飛了一塊東西 他就看著他 因為飛出來的時候 是有一個速度的 正是那個戰機 一直看著那塊東西 飛出來的那塊東西 是直接降落了 在德哈蘭一個 乾了的河床上面 之後 但是問題是 他不可以再 飛近一點 因為他怕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有聯絡系統都沒有了 所以我唯有折返 回到基地 然後把所有看到的東西 告訴他們 但是當時 自從彈出來的東西 降落在河床的時候 那個大型的熱狗 UFO就飛走了 雷達見不到 即他放下了一些東西 對,放下了一些東西 第二天 所有的軍事人員 直升機 電車人員 就去到那個河床的位置 直接去找那塊 拋了那個位置 對 有沒有說什麼黑了 但是 他們找不到任何東西 甚至找不到那塊東西 去了哪裡 找不到任何的痕跡等等 但就訪問了所有 在那個河床附近 乾了河床附近的居民 問他們 昨天看到東西 絕大人的市民都見到 當時有些白色光 是向著河床那邊 飛了過去 而當時 他們聽到很大聲 很大聲 很大聲 很吵的聲音 噢,跌下來的時候 對,飛下來的時候 有很吵的聲音 但是他們分不到那是什麼聲音 他們找到很吵 吵到是 全部人都醒了 就看到一塊白光 飛到河床那邊 那就是全部記錄了這些東西 但是找不到有沒有痕跡 找不到那塊東西 那會不會其實 已經小了一些人 我們完全不知道 但是也很吵的 就是把一個外滴生下來 這樣 哇,就是 這些 這些是 美國認為 就是他們最 就是 國家級元首 最應該知道的 最應該知道 而且他們最 已經調查過 覺得是值得信的 就是不是說 他們翻查多少 原來這些東西沒有 不是的,是翻查之後 是全部正確的 聽到這個宣傳真帶 就是雲海 只是在這裡投靈 哇 慘了 都說真的 那些鄰居問我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的就是 那條片 一定要投靈 大哥 雲海 阿雲先生 那是普通的 普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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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參加 不要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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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15分鐘 我講回剛才的 行程 很天真地說 哎呀,什麼東西 但是呢 其實有件事 我想很多人都沒有說過 但是這個時候 趁你們 原手睡了 哈哈 現在還有15分鐘 就告訴你 不是原手 其實有一件事 我看完這個報告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自己覺得很震撼 事件就發生在1992年的4月15號至5月5號 那時候就在阿肯色州 即是 阿肯色州 阿肯色州 即是克林頓的故鄉 1992年 那時候就有個 軍事演習 在阿肯色州的一個南邊的沼澤區 有個軍事演習 那軍事演習呢 就是美軍 和波多利國 等於美國領土幾乎的一個地方 鄭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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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多利國 哦,是的 不是 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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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哪裡 他不是波多利國 他不是波多利國 他是波多利國 他不是波多利國 他不是波多利國 他是波多利國 危地馬拉 三個地區的軍事演習 聯演來的 就是說 假設他們在招責區 怎樣去防敵等等 那當時這個報告呢 就是 為什麼會說出來 就是這件事發生了之後 兩年呢 那有個 當時見證這件事的軍官 美國軍官 就將 當日他看到的東西 是說了給蘇聯 Sorry 是俄羅斯的傳媒聽的 那所以 這個 美國的軍官的名字 是不敢說出來的 不敢說出來 那當然其實 我想都是 都被他說的了 如果不是 怎麼可能會被俄羅斯的傳媒知道的 那當時發生的事呢 就是他們去到聯演 就已經安排了 就準備去做些什麼 怎樣去爆破 怎樣去 等一些假想敵 怎樣去侵略等等 那當時 In Charge那個 就是一個波多利國的軍官來的 就是指揮官 是他的波多利國人來的 那他們就一路 演習了 穿了衣服 由潛水那裡一班人 就去到一個 就是那些 那些招責邊 但是事前 所有的 所有的兵士 所有的人 都說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 你們無論是 Magic Club 你們都不可以安排 去炸對方那個位 我們指定那個 敵人的位 那個橋 就不可以炸的 我們另外安排 那些人已經覺得 事先張揚 對 就是那些 演習 你又不讓我們炸這個 還有他們說 我們的軍隊 就是做馬 對 不要炸他 假裝輸完 我們就 真的不知道 我們三派人已經來 不炸 那誰炸 那做什麼 三派人都坐在那裡 做什麼 第二件事就說明 你們所有人 都不可以戴任何夜視鏡 你要用肉眼去戴場景 但是當然 可能當到時 綁手綁腳 沒有的 連軍官都沒有夜視鏡 但是當時 就有個 美國的高層 高層軍官 就站在 不遠處 就是監察著整個演習 那他們手上 就有夜視鏡 嗯 是唯一一個人有的 唯一一個人 那當時 他們就一直去到 就是爬了上去的一個位置 去到一個所謂的 沼澤的一個邊圍 就在那裡 準備進攻 那全班人都等 但是全班人都不知道在等什麼 你明白嗎 不准炸橋 又沒有夜視鏡 又不准做什麼 那大家就想 可能 可能 可能他們想 突然可以嚇我們 讓我們有反應 都合理 他們都在想 可能是這樣 因此 他們去等一會的時候 就聽到另一邊 那個沼澤那邊 有些聲音 有些人在燈外的聲音 等等等等 那他們想到 原來還有另一批的敵人 安排了 來驚喜我們 我啦 我們等 然後聽到聲音 我們聽到聲音 那些人全部都看 又看不到任何一個軍人 也都沒有任何東西 不奇怪 現在他們沒有夜視鏡 都看得到 不是的 但問題是 那個演習的日期 時間不是很黑 是天亮 是天亮 是一個多可以看 用肉眼都看得到的時間 但是我聽到聲音 是越來越近 他們的部隊 都覺得 不多 聲音又很近 又過了那裡 不准炸橋 聲音是過了那道橋 但是我們完全 整班人都看不到東西 之後 波多黎講的指揮官 忍不住 忍不住鏡 簡直是 正在演習 站起來 不演習 走去那個美國軍官 他說我現在要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拿著那個夜視鏡 我要看那個夜視鏡可不可以 我已經得到批准 那個監察員覺得 都好像沒得選擇 大佬 激怒了 是吧 就給了那個夜視鏡 那他一看 他就嚇到 為什麼呢 當時看到他們聽到聲音 就是有 他應該形容是三個 四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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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黑眼 對 他正在形容是什麼呢 沒有頭髮 跟現在我們看到所有的 典型外星人的樣子 是一樣的 沒有頭髮 有頭髮 黑眼 身長 四個手指 身長 不知道是什麼衣服 就是他形容不到什麼衣服 是一直那三個物體 走過來 哇 另外還有一隻呢 就站在那個旁邊一棵樹上面 看著那三隻 好像在觀察著 即是那個 觀察著他們三個演習 其實好像是 那一邊看 那他正在看 他覺得不是吧 那他拿開那個夜視鏡 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你又說 肉眼都看到的 那時候那些 裝線 那就是 問題就是這樣 他帶了一個東西 在日頭 譬如當日光 他帶了一個夜視鏡 就看到 沒錯 除了同一個地方 沒錯 即是在日光日白 你是看不到那幾隻外星人 即是他夜視是 是鬼神 邪靈 那些 但是他們說 沒有理由 以當今科技 你怎麼可以令到一個人隱形呢 不可能 那他就 那個波多黎的 他馬上把那個夜視鏡 他看完 他給了所有在場所有的官員看 是 那可以什麼 確認 是 其實我覺得他更多人 那所有 即是躲著那些人 都拿著那個夜視鏡看 都是看到那個警察人 都是看到 但是那個問題 當然那些警察人覺得很 很噁言 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他了 那些惡星人知道嗎 就知道 他用自己看著就知道 後來好像 然後他們叫他 他聽不到他說什麼 但是有一些怪聲 那樣 但是可能因為實在 可能指揮官看到這件事情 都暴光了 可能都原本要演習 也不知道演習什麼 那就立刻 拿了一個叫 派了一個直升機下來 是 就接走了那四個外星人 上了一個直升機 就走了 發覺事件已經暴露了 因為他們搶了夜視鏡看到 原來一早已經全都了 全都了 原來之後才 那邊的美國官員 就引個叫 派了一個直升機 下來 接走這幾個人 意思是說 完了 接回來 接回那邊 但就原來原來是知道的 那些美國官員 於是 他不是找人假裝的嗎 那些外星人 總指揮就跟他說 你們所有今天每一個人在這裡的人 包括你們士兵也好 所有人也好 你是不可以跟別人任何一個人去說 今天你見到的東西 包括你家人 美國經常都喜歡說這句話 你千萬不要說 那為什麼會知道呢 兩年來都沒有說 直到1994年 有一個美國軍會忍不住 就跟俄羅斯那邊的傳媒說了 但是當然這個美國軍會有哪個 俄羅斯那邊不可以叫 但問題是這個都 很嚴重的了 這件事才曝光 那些人就會覺得害怕的問題 就是原來你在說一些 我們不懷疑是外星人的人 但是你已經 跟他這麼沒有關係 一起做演習 如果讓你猜到他就不是食神 有些科技那麼高 你還說他不可能是透明 就讓你猜到不會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 你見到Hot Dog型的UFO 都是 你都覺得沒什麼東西見慣 那你那些不是UFO 那些已經不是不明飛行物體 我們香港會突然看到一個 葡萄的UFO 對 菠蘿包 船轉型的 那一定是你坐 雲湯 那你兩天收了一個Facts 所以他就說 為什麼不說一說最近 在新聞報道那裡 就看到一件事 就是那個 上星期左右 我告訴你 上星期日 在亞視新聞 第二天 我告訴你 其實是什麼事呢 其實亞視都很久了 因為這件事 就是兩個星期前 你怎麼說了 我就一早跟Jason 說了 在紐約那邊的機場 就有一個片段拍了 那我還跟他說 因為這段片很短 都不是很strong 所以我說 就免得在外面說 後來想都想不到 竟然上星期日 的夜晚 亞視新聞 竟然有播到那段片 其實那天 阿雲海是 我想 愛上節目之前 拿給我的 不是 我是上星期三 再上星期三 然後下午打電話 哎呀 很厲害 在紐約那裡拍到一些 今晚要吃雞 他說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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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一個 職業的攝影師 在紐約附近 有一個叫做 Albandy 一個機場 拍著 飛機 非常晴天 飛機就飛過 他拍的時候 就完全看不到東西 跟Jason拍到一樣 因為一樣 是 局際機場 他就擔心整件事有問題 很害怕 因為你想想 現在美國客人隨時怕被人打 是很亂 整段片 現在被FBI接收了 即呢 FBI 又這樣 不是 為什麼要接收 因為FBI認為 這個可能是一個導彈 但是問題是 他說是導彈 他說是導彈 問題是 但問題是 如果當時是導彈 第一有聲音 導彈 那為什麼小警司看不到呢 還有它是現在很傳統的 RAW的 一條長年黑色的 你要較慢 慢 慢動作看的片 你才看到它是飛過的 它就是在飛機底 附近的地方是飛過的 所以這段片 在美國已經有很多電視 播了兩個禮拜 但是也好 也好 阿視新聞也有播 起碼它也關注這些事情 可能有些方面 也有收聽的節目有時候留意一下 有些雲海說過新聞 好像剛才我BBC的一個 已經說了很久 但是香港的新聞 從來都沒有報到 其實很誇張 如果是新聞角度 就應該報報了 如果有新聞 應該有很多新聞要說 對 我現在還有一分鐘 我沒有說到話 沒有 現在沒有一分鐘 你以為 如果真的有記者想追蹤 請追蹤一下 這個 英國觀察家報已經說到 我們地球的電磁場 就快消失了 南北極的電磁場 都快消失了 除了那些雪就快消失 電磁場也快消失了 但我們消失的話 地球會玩完了 有什麼影響? 電磁場消失? 地球就會玩完了 但問題還有一件事 是否關於潮池 周圍的水變了軟力 人力 就是太陽黑子的電波 射下來就 直至中的皮膚 對 全部是癌症皮膚 還有就是 中國在上星期 正式在湖南 複製了一個人類的杯桌 但是 除了大陸之外 香港沒有人報導 麻煩大家追蹤一下 香港報導那些 很困難的 我告訴大家 那個地方就是湖南省 鋼細胞研究中心 好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